Hello boys and girls 下面我们来学习 How can I get there的第二课时 那么之前呢我们已经学过了 问路 问什么东西在哪里 Where is something 还有就是问我如何去那里 How can I get there 那么我们说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不仅要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我们还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那么自己的位置该如何形容和表达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学习目标呢 除了复习和拓展我们上节课已经学过的内容 还要学习如何形容自己位置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We are behind the hospital Behind在什么什么后面 Hospital 医院 那么就是我们在我们目前在医院后面 而这个Is it far from here 它离这远吗 这个是问 比如说这个我要去的hospital 那么这个离我们现在的地方远吗 好 我们可以说 Is it far from here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学习几个新的描述方位单词 那么包括我们之前接触过的cinema hospital 还有新的这个restaurant 表示餐馆 以及crossing crossing是表示十字路口的意思 那么还有一些方位介词包括behind in front of 一个是behind在后面 in front of在前面 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呢就是 我们不仅要能够形容自己的位置 还有这个想要去的地方的位置 还有能给别人带路和指路 还有呢就是掌握这个how can we get there go straight and turn right at the bookstore 那这句话是表达 比如说你要给人家带路了 那你 那那个人问你how can we get there 你说我们可以go straight and turn right at the bookstore 当然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组合形式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那么我们说到指路和带路啊 我们会想起一个什么 就是gps地图 对吧 那么 好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Robin是如何为两个男孩带路的 we if his grandpa gave Robin a new feature feature我们说是特点还有功能的意思 那么new feature新功能 那么he now has gps gps卫星定位系统 那么现在Robin可以是带着他们去到任何地方 因为他已经有了这个卫星定位系统 那么他就像一个导航仪一样 现在呢他要带着两位男孩去这个Italian restaurant 表示的是意大利餐馆 那么Robin首先说we are in front of the cinema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们在什么地方 他们在这个电影院前面 那么in front of是在什么什么前面的意思 front前面的 那么他们应该如何去到想去的Italian restaurant呢 Robin说 Let's 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at the bookstore 我们先直走 然后在这个书店的地方左转 so follow me please 最后说follow me follow是跟随的意思 那么请跟着我 跟着我走 这就是比如说你平常为路人带路的时候 你就也可以跟他说follow me please 好 下面我们来看 他说follow me please Mike说 Is it far? 那这个地方远吗 我们要去的这个餐馆远不远啊 那么Robin计算了一下 就说no now we are behind the hospital 他们已经从这个in front of the cinema 走到了behind the hospital 我们看一下他们在医院后面 所以他们之后要再怎么走呢 Let's turn right and then turn right again 我们要两次右转 就能到这个地方了 所以也不是很远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 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restaurant 是吗 所以Mike很高兴地说 There is a restaurant 好 我们看到他了 那么Robin很开心地说 Oh my new GPS works Works表示 起效果奏效的意思 好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的新GPS成功了 奏效了 好 那么吴同学说 Yes I will tell grandpa 那我一定会告诉爷爷的 但是呢 But let's eat first I am so hungry 那么我们先吃饭吧 因为我实在太饿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幅图 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我们看现在 This boy is behind the post office 对吧 他在这个post office的后面 那我们看一下 他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他问了一个问题 Where is the bookstore? 他想去bookstore那吗 这个bookstore在哪里呢 我们来为他寻找一下 看这四个小图标 表示地点 我们看一下 首先把每个地方都确认一下 第一个 插了一个小红旗 还有一个clock 这个地方是school 学校 那么这边呢 有放映机和爆米花 我们说这是一个cinema 好 下面这一个 post office 绿色的小房子 上面有一封信 那么排除之后呢 我们说最后一个一定是bookstore了 最后一个上面有一本打开的书 那么他就是一个bookstore 好 那么我们该如何回答 他说bookstore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回答方法 那么其中一种呢 可以说成 It's in front of the 什么cinema 对 他在这个cinema的前面 那我们来发挥一下想象 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形容呢 我们看一下他在什么的附近呀 他在邮局的附近 那我们可以说 It's next to the post office 他就在邮局旁边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男孩还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么I'm standing behind the post office 他汇报了一下自己目前的位置 I'm standing behind the post office 那我现在就站在这个邮局的后面 我应该如何去那里呢 How can I get there 好 那我们该如何回答他 我们说要从这里去bookstore 也是有很多种走法 对吗 我们先看一下其中一种 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walk straight and you will sit bookstore you won't miss it 那么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回答 我们来逐句的分析一下 首先他说 Go straight and then turn left 我们看一下这个男孩现在的方位 那他只走go straight到了这里 对吗 那么再turn left 左转到了这里 好 我们说 这是一个其中的一种走法 那么他还可以怎么走啊 我们说还可以这样子绕一下 这样子绕一下 我们怎么说 go straight and then turn right and then 他现在turn right之后 是不是就面向这里了呀 那我们还要再turn right 那么再右转一下 then go straight and you will sit bookstore 但我们说这种是绕路的走法 所以我们还是推荐他这样子走 对吗 对 go straight and then turn left 左转就到了 bookstore 好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下面几句 walk straight walk straight就是直走的意思 那么跟go straight表达了同样的含义 walk straight and then you will see the bookstore 我们再直走一会儿 你就会看到这个书店bookstore了 you won't miss it won't miss it 这里的miss呢 我们说不是想念的意思 而是错过 那我们说you won't miss it 你不会错过它的 因为这个书店的标志很明显 你也一定不会错过它 好 好 下面我们就赶快来做几道题巩固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单选题的答案 no less right and then go straight 不 让我们先右转 然后再直走 那么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这个开头是no 如果是这个的话 我们会想到什么 这一定是一个一般疑问句 因为只有一般疑问句 我们才会回答yes or no 对吗 所以说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 一般疑问句 那我们找一下哪一个是呢 看一下选项 where where how 和 is 那么很明显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四地选项 但是在之前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 首先第一个where是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 第二个是 where is the restaurant restaurant 餐馆 那么餐馆在哪里 第三个是 how can I get there 我该如何去哪里 最后一个是 is it far from here is it far from here far是遥远的意思 那么这个离这里远吗 我们看回答no 不远 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我们很愉快的选上 四地选项 那么下面一题 根据这个图片提示啊 写出正确的这个单词或是短语 首先我们看一下四个图片 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呢 它们都是在一个类似于马路的地方 对吧 那我们说第一个是一个十字路口 第二个它有一个箭头 我们看箭头是左转称left 所以第三个呢 同样是一个一个箭头 那它是一个竖直的垂直的直走 最后一个是右转称right 好 那么下面就是考我们单词是否记得牢靠的时候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呀 crossing 十字路口 那么我们知道cross是表示什么 十字 我们说red cross 红十字 那么cross加上ng 变成一个crossing十字路口的意思 那么后面这几个可能更简单一些 第一个是turn left then go street and then turn right 好 最后我们来做一道汉译英 看一下中文 那家中国餐馆离这里远吗 大家说不远直走 然后在十字路口那里左转 我们看一下似乎有一些复杂 那我们首先先将这里面出现的重点单词 我们来说一下 那家中国餐馆 中国餐馆怎么说呢 restaurant是代表餐馆 那么Chinese restaurant就是中国餐馆 离这里远吗 far from here 远是far 再看一下答句 那么不远我们回答no就可以了 直走是go straight and then十字路口 刚刚说过crossing 在十字路口那里左转是turn left at the crossing 好 那么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重点的关键单词联系在一起 那么看 怎么联系的呢 is that Chinese restaurant far from here 这里用到的句型是 is it far from here 对 那么下面是不远no go straight and then turn left at the crossing 在十字路口那里左转就可以了 好 最后我们来归纳总结一下 我们这一单主要学的内容呢 我们主要学习的内容呢 是where is the science museum 那么这个句型代表的是where is 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在哪里 is is我们想一下可以回答什么 is next to 在什么的旁边 is near 在什么的附近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 is in front of behind something 好 那么 is it far from here 这里这里远不远呀 我们一般会说 因为我们问路的时候常常会说 离这远吗 那来决定我们该怎么去 对吗 好 那么回答yes或者是no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一般译文句 那么下面一个句型形容自己的位置 同样用的也可以用next to和near 对吧 也可以用in front of或者是behind 来形容一下自己的位置 下面一个很重要的是 how can I get there 那我该如何去这里 你有很多种指路的方法 根据实际情况 turn是转 那么go straight是直走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要学习一个是 表示十字路口的 这个形容词 表示十字路口的这个名词 是crossing 那么cross是交叉的 交叉的路口 我们就是crossing 好 那么我们学会了这些呢 还要记住一些单词 那么包括我们之前记住啊 cinema hospital post office size museum 所有的这一些呢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可能会用到的啊 很重要的地点的名称 那么回去之后呢 多加复习 好 这节课就先向到这里 谢谢大家